完了完了,蛋仔国庆最新活动直接宣布凉凉了 这是蛋仔在国庆期间推出的最新活动登山蛋挑战 当初看到这个活动预告图片的时候 感觉这些关卡肯定非常的难 活动肯定也非常的有意思 结果在关卡正式上下之后才发现 刚毅也太低估咱们蛋仔的水平了吧 相信大部分的蛋仔都已经轻松通过层层关卡 到达了特别高的地方 于是这些无聊的蛋仔们就开始研究各种各样的投机方法 你们是真的一步也不想跑啊 第一个投机位置 在这个可以使用磁力悠悠的平台 正常的蛋仔都是按照刚毅的安排 一步一步的往前飞 但是做一名蛋仔玩家 你可以菜 但不能没有活 来小亮给他整个活 当行星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操作的时候 脑海中的第一个想法就是 你秀一下就上去了 那我爬得那么辛苦 算什么呀 第二个投机点位 还是这个磁力悠悠的平台 事先声描 这个投机点位 仅适用于拥有载具的蛋仔玩家 我们也先来到这个平台的角落 然后拿出我们的载具 星星人这里用的是兔兔车 其他只要能飞的载具都是可以的 直接原地起飞 在到达合适的位置之后 精准地落到这个弹板上 让我们的载具恢复一下能量 然后再次起飞 直接到达目前最高的平台 很多蛋仔觉得自己没有载具不公平 其实没有什么不公平 拥有载具的玩家客了那么多 少走一点弯路享受一下特权 有什么不行的 有道理 第三个投机点位 首先来到商城的二楼 拿到一个悠悠 然后来到穿梭这里 叫起来使用悠悠之后进入穿梭 直接起飞 飞到合适的位置之后取消悠悠 最后再用一个滚动调整位置 精准降落 果然就没有蛋仔玩家们发现不了的投机点 就没有蛋仔玩家们不会整个活 还没试过的蛋仔们快去试一试吧 好 好 好